第1961章 夜航船上 恐怖的火力打击下 王拳号终于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静静地任凭对方投入 莱昂尚将立在满目疮痍的舵势中 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自己这艘王拳号 可是西班牙最新式的战舰 足足用了2500株的百年像树 花费25万笔作 好是三年才打造出来的国之重旗 怎么能连一个钟都没有撑得下去 就被民国战舰毁掉了 谁是最强战舰 谁又是最强海军 未来海上霸主的桂冠属谁 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了 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上将终于认清楚了现实 夏令挂起白旗 停火投降 好吧 也没紧门炮可以开了 不停火干嘛呢 等死吗 乘胜万里号 又绕到了王拳号的船尾 将其两根的船舵给毁掉之后 这才心满意足而去 继续寻找省非力配号 然而此时夕阳西坠 天马上就要黑了 海面辨识度更差了 林凤在今天消灭敌人舰队 逼迫西班牙人投降的目标 注定是实现不了了 那下午5点30分 太阳落山 因为莱特湾西面 是群山绵延的莱特岛 所以没有什么过渡 天一下就黑了 虽然还不至于一下 就看不清楚船影 但是在这光线昏暗的 下层炮尾当中 已经是没法分清楚敌我了 双方不得不相继停火 或者说是海警战舰 不得不停下杀戮 莱特湾中 依旧是弥漫着 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和硝烟味 还有许多的船上 烧着熊熊大火 当然基本上都是 西班牙大帆船 在火光的映照下 能够看到周遭的海面上 到处飘着破碎的帆栏 船板 木桶 以及浮尸 很多船已经救不回来了 船员们只好弃船 划着救生艇 去寻找几方的船只投靠 其实也不算难找 因为几十艘失去动力 受损严重 或者是船员损失惨重的 西班牙大帆船 已经挂起了白旗 远地下矛 宣布投降了 海警战舰按照预先的命令 对投降的敌舰 一概不予理会 反正这些受创严重的 西班牙大帆船 是没法顶峰 逆流往回走的 所以海警舰队 只想连夜前进 先一步到达苏里高海峡 就可以瓮中捉鳖 全歼敌军了 对那些还能够行动的 西班牙大帆船来说 也是如此 只要他们先一步 通过苏里高海峡 就可以进入 广阔的宝和海逃出升天了 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 张开了风帆 决定冒着触礁搁浅的危险 彻夜顺流航行 哪里还有什么战列 什么队形 两百多条帆船 就这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混在一起 摸黑 朝着苏里高海峡时去 不过好在 这个季节的旅送 几乎是不下雨的 夜空万里无云 星月璀璨 把这海面照耀的是 波光凛凛 能监督反而是要比 刚刚天黑的时候 要强上不少 至少是可以看到 周围三百米的船景 不至于是开着开着 撞在一起 不过双方都没有 趁着月色夜战的想法 谁也不知道 三百米外 是个什么情况 这万一全是敌船呢 这一开炮 把敌人引过来 咋办呢 西班牙人怕 海警凶猛的火炮 尤其是宣德大炮 怼脸射击 可真是毁天灭地啊 海警也怕 西班牙人的接闲战呢 能用炮解决的问题 谁愿意拼死拼火的 拼此刀啊 所以双方啊 整夜都默契的 一炮未开 不过 谁也没闲着 全部都忙着 连夜修补战损 甲板上的木匠和船员 忙着节省补翻 修理桅杆 更换锁 船内的船匠和水手 则是忙着堵漏排水 而这炮组的成员呢 则是 整夜地都守在炮位上 以防随时可能发生夜战 一无事中 船衣和卫生员 则是彻夜地抢救伤员 为伤兵处理伤口 两边所有人 都是忙着没有时间吃饭 只能是由厨房 将晚饭送到 各处的岗位上 只是这两边 水手的晚餐吧 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 虽然呢 都是因为灯火广制 不能够吃热饭 但是海景将士 每人一个肉罐头 一个水果罐头 一包榨菜 另外500克的高热量主食 比如说什么月饼啊 饼干啊 或者是饭团 以及一大瓶的 宜兰盐气水 还有饭后的糖果 和嚼盐条 不吃烟的 可以换成 国府啊 之类的一些小零食 那这一次呢 在家门口作战 赵公子当然是要尽可能的 让他们的将士们 吃得好点了 再看另一边的西班牙人 除了那惯有的曲味 或者是橡皮虫味的过芹面包 配着生了绿胎的水之外 因为是作战期间嘛 指挥官和贵族 军官们大发慈悲 又每人分了几个干豌豆 一片薄如禅意的西班牙奶酪 这就已经把船员跟士兵感动坏了都 觉得把今天的仗都没白打 所以说嘛 幸福往往是来自于无知 人一旦开始比较 那就远离幸福了 同样的事情 也在联合舰队总旗舰开员号上进行着 今天下午的海战预备舰队 虽然是没唱主角 但同样经历了残酷的海战 只从作战室只剩下半截的舱门 就可见一半了 只鸭一声 开员号的舰长梅岭 推开了作战室的门 便见舰队总指挥王荣 披着大厂 正坐在椅子上面假妹 他赶忙放清了动作准备退出去 王荣却已经被惊醒了 我睡着了 王荣龙伸了个懒腰 脸上皮苔尽险 梅岭赶紧捡起了滑落的大厂 给他重新地披上 宗志辉 今天太累了 先睡一觉再说吧 不用了 真让我睡我还睡不着了 王荣龙按了按太阳穴 自嘲一笑道 真是劳不中用了 这才一下午就累成这样 只要是放在几年前 跟葡萄牙人连战个三天三夜 瞎了船 老子还能马上开一天的总结会 然后再打一宿的通宵麻将 听了老王喋喋不休地说着当年之勇 梅岭只觉得一阵鼻头发酸 但他也知道 听人劝就不是王如龙了 便是深吸了口气道 本间损失统计上来了 阵亡八名官兵 受伤二十八人 其中重伤八人 此外火炮损失两门 饭懒今晚就能修好 不影响明天作战 现在传速多少 时速八公里 八公里 王龙探身 看向了桌上的海图 梅岭赶紧是打着了打火机 给他照亮 那是一份战场太事图 标示出了天黑之前 预备舰队和突击舰队大体的位置 那至于上风舰队因为距离太远了 又不具备放飞侦察气球的条件 所以作战参谋们只能是估摸了个区域 而王龙戴上老花镜 拿起了指尺和圆规 在海图上面比划的好一阵子 这才搁下了齿规 摘下了眼镜道 如果保持这个速度 上风舰队明早有可能会到达海峡出口 但突击舰队和预备舰队就差远了 差不多还得二三十公里 这样不行啊 会有很多西班牙船 跑到我们的前头去的 梅岭又是点了点头 她明白总指挥的意思 西班牙大帆船的顺风速度 是快于海景战舰的 所以啊 今日上午遭遇的时候 他们第一反应是企图逃走的 然而海景舰队是有备而来 非但是占据了上风 而且在洋流上面 也是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虽然洋流啊 总体是由莱特湾 流向的苏利高海峡 没错的 但是海峡东侧的迪纳加特岛 和绵兰老岛之间呢 是有着一段三四公里宽的 U型海域 受其影响 下风处的海域 是有着反向沿岸流的 所以呢 流速要慢于上风处 作战参谋们 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这才让海景舰队 在速度上 没有属于西班牙人 但是现在呢 双方已经彻底乱了套了 哪儿还分什么上风下风啊 都在沿着洋流 一窝分地往前开呀 那这样下去 海景战舰会渐渐地慢于敌舰的 如果让他们逃到宝河海 就更加地追不上了 索性西班牙舰队 今天损失惨重 梅岭盟忙是安慰着王龙道 虽然没法统计战果 但少收半数敌舰已经了账 剩下的西班牙大帆船 也得有一半围杆折断 船翻毁了大半吧 那也有三十多艘大帆船 还完好无损呢 而且西班牙船上的人 多力量大 有时跨洋远航 这船上肯定都是有备件的 我看只要桂杆完好的 一晚上就能够把船帆都给修好 所以如果这敌人不顾一切的逃命 明早可能会有五十艘左右 逃出海下去 说着王龙敲了脚桌子 神情凝重的 在经过今天下午的战斗之后 我相信他们不会有再战的勇气了 一定会全力逃命的 这会让我们全歼敌军的梦想 化为泡影的 如何跟总司令交代 那倒是 梅令虽然觉得 总指挥过于了敌从宽了 海警舰队的舰长 航海长们 起码要对这片海域的水温情况 是辽若指掌的 军情处 还在靠着莱特岛的一侧岸边 设置了若干的灯光信号 大部分的西班牙战舰 可是第一次踏足这片海域 敢全速夜行 不怕触礁搁浅吗 不过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 总指挥的判断 点头表示认同 必须要赶到他们前头 提前抵达海峡入口 王如龙重中一拳 吹在了桌子上 来人 作战室的两个值班参谋 赶紧从隔壁的值班室里面出来 一个捧着文件夹和铅笔 一个点亮船灯给他照明 联合舰队总指挥 命令如下 所有接到该命令的战舰 必须立即丢弃所有不必要物责 包括多余的炮弹 以及压舱铁 升起满份全速前进 务必于天亮前 抵达第二战场 所有接到命令的战舰 必须立即派出快艇 向附近的我方战舰 传达该命令 以上所有 是 作战参谋快速地记录完毕 然后按照规定重复了一遍 王如龙仔细听完确认无误 在草稿纸上面签了字 作战参谋便是赶紧地 去写了正式命令了 老王又吩咐着梅领道 你把所有的救生艇 都派出去传令 不留备用吗 梅领硬了头皮问道 不留 开园内有水密舱 外有铁船壳 触礁也沉不了的 快去吧 是 梅领赶紧是两腿一并 出去下令去了 王如龙疲惫不堪地 瘫坐在了椅子上 脸色变得煞白 他想要端起茶杯喝口水 却是手都抬不起来了 秦武兵赶紧给他端起了茶杯 又拿出了陈师公 给他开的药丸子 王如龙 揪着水下去 半赏这才缓过了劲来 自嘲到 这鬼样子也太不体面了 王如龙无从知晓 在他派出全部小艇 连夜向海警舰队传令的同时 西班牙舰队的旗舰 圣飞力配号 正与开议员号擦肩而过 那艘西班牙旗舰在当天上午的火箭雨当中 便是被摧毁了三分之一的番局 两根桂杆还燃起了大火 将舰队指挥旗和圣克鲁斯侯爵的帅旗 烧成了灰 旗舰的杭素大捡 那为了避免拖累中军 侯爵只能将指挥权暂时转交给了王全号 让圣飞力配号落到了后队 这也是林凤便寻他不到的原因 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 整个白天 圣飞力配号都几乎没有交战 自然是人员骑整 船体完好无损 木工和水手们一直在忙于修理桂杆 而帆将则是抓紧时间裁剪备用的帆布 然后指挥着水手重新悬挂上去 忙活到这会儿 圣飞力配号终于基本上是恢复了动力了 这是圣克鲁斯侯爵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中 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了 彼时他正在尾楼奢华高级军官餐厅当中 与贵族们共进晚餐 而贵族们可不是磨黑吃饭的 那样的话就太不优雅了 他们命奴仆用厚容布遮挡住了餐厅的窗户 然后点起了银纸竹台上面的精油蜡烛 微微摇曳的温暖烛光照在有流苏和华丽图案的餐桌布 以及昂贵的金银瓷器餐具上流光一彩十分的滑贵 食物也是尽可能的丰盛 各种火腿奶酪酱料 用名贵的香料腌制的鱼和肉类再配上白面包和葡萄酒 在餐具和摆盘的衬托之下至少看上去是很诱人的 还有小提琴的伴奏 可是在座的贵族们却是一个个愁云惨淡 有人低声独愣着 狗娘养的 最后的晚餐 众人这才发现 再加上弗朗西斯总督在座就餐的正好十三个人 原本低落的心情不由得更加糟糕了 有的 忽然有人愤愤地等着尴尬的弗朗西斯总督 你是不是民国人的奸细 一定是这样 最强贵族们马上找到了出气同道 他肯定是投靠了民国人 故意把我们引入包围圈 贵族啊都是由祖传的甩锅技能的 小幅宽阔的肩膀 那用来背锅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哦 我的上帝 你们怎么能够凭孔无人清白 弗朗西斯啊手肘碰到了严平 身体后仰满脸的惊恐与不安呢 我全家老小都在马多里 先任总督之后 就要回去继承爵位的 我怎么可能是尤达呢 狡辩 你已经在菲律宾到了三年总督 难道会不知道 这民国海军是另一个层面的对手吗 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对付的 贵族们拿着残刀 愤然地指责了他道 你就是存心隐瞒 想让我们都死在远东是不是 我汇报过民国人的火箭很厉害 也通报过他们尸城葡萄牙人 非常的注重远程火力 这些年火炮技术进步得飞快啊 弗朗西斯委屈地说道 都在送给父王和侯爵阁下的信中 建议过好多次 一定要加求火力的呀 可你没有说过 民国的战舰是铁壳的 贵族们冷笑道 要是早会包上来 陛下是绝对不会让我们来用鸡蛋碰石头的 这 弗朗西斯登时语策 委屈地说道 这个视线我们也不知道啊 第一千九百六十三章 最后的晚餐 来着三年了意见 经验对方的瞻解 是什么材质都不知道 贵族们愤慨道 还说你不是优打 好了 一直保持沉默的圣克鲁斯侯举 终于忍不住 用勺子敲了敲银盘 阁止住了德里不扰人的贵族们 要保持风度 先生吗 说着 他又看向了弗朗西斯说道 不过 总督先生 你确实欠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调查过他们的战舰 的确是木制的 弗朗西斯一脸见鬼的道 什么时候加了铁甲 真的是一点不知道 哦 尖贵 他们怎么不称呢 难道 他们会木头编铁的魔法不成 众贵族审笑起来 你们上次交战 在什么时候 好久又敲了一下盘子 唇声闻闹 总督难以启齿 我商人一来 一只金水不犯河水 连扁没有正经交战过 发生过优先的几次摩擦 也没见他们这么猛过 果然有猫腻 贵族愤愤然 还说你们是犹大 罢了 侯爵搁下勺子 长谈了一声 败局已定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追责的任务 还是留给 马德里的检察官们吧 顿一顿 他强大的精神呢 当务之急 是必须要趁夜色 逃出海下去 说着侯爵沉声加令 朝我命令 各剑抛弃自重 满番全速前进 务必在天亮前 逃入宝和海 然后自行选择 是去速物 还是三宝岩 众贵族盲问道 阁下 要分兵吗 盛克鲁斯侯爵 说着起身对着众贵族道 只有分兵 逃险的人 才能多一些 说着他环视了一下众人 诸位 明日 我将重新挂起旗帜 吸引民国舰队的注意 尽可能为舰队 争取更多的逃生的机会 又不愿意站折 我绝不勉强 诸位大可跟着 送信的快艇离开 那同样是个冒险的任务 不会影响你们 和家族的声誉的 这个时代的贵族啊 虽然对于中世纪那套 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歧视精神 依然作为社会的毅力存在 而且还当着西班牙 最伟大战士的面 谁又能够公然临阵退缩呢 众贵族明明是怕得要死 但是还得死撑着呀 荣誉 牺牲 应有 怜悯 是我们至死不渝的信条 好 那就敬牺牲 圣克鲁斯侯爵端起酒杯道 天主保佑西班牙 敬牲 众贵族也是跟着端起来的酒杯 一饮而尽 天主保佑西班牙 随即西班牙人也是不约而同的 派出了小艇 将命令传达给了 尽可能多的几方战舰 结果这一晚上 海面上就变扑通扑通的响个不停 那是双方官兵 向海中抛弃负重的声音 两边的船员都不知道 双方指挥官也是下了同样的命令 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 便以为是几方的船 在陌生的海域全速夜航 本就十分的危险 而这个时候显然 组队前进更加的安全 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本着同样的心思 各舰寻生互相靠拢 但是又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行踪 就这么默默的组队 无声的向前 这样的小船队是越居越多 又渐渐的汇聚成了几个大船队 最大的一个船队 首备相居十多里 有二十多条船 大家就这样狼奔使徒 你追我赶 全速航行了一夜 这一夜不知道多少船触礁 搁浅 迷航 甚至沉默 一日清晨天空见白 但是海面上还是沉雾缭绕 依然看不清两三百米外的情形 各舰的指挥官 也无从知晓 现在具体的方位 以及自己到底 有没有使出苏里高海峡 不过所有的舰长 都是紧张了前来了 勒令劳累一宿的部下 强达精神 做好战斗准备 海上逃生活的人都知道 待会气温已升高 雾气就会变成了露水落下 视线瞬间也就不会再要阻碍了 鬼知道待会儿 身边会不会忽然 窜出一条敌剑来呢 开源号上 休息了一夜 吃了一顿高热量的战斗早餐 王如荣又恢复了精神了 他让勤务兵帮自己 穿好了笔挺的尼绒颈袍 在榻上擦得反光的黑色 剑挺皮靴 最后亲手戴上了 欠着三颗金星的帽儿盔 他现在兼任着海警副总警务委员 在级别上终于是跟金科看齐了 勤务兵又端来了镜子 王如荣整了整领子 看着镜子里面 那个两赛凹陷 吹吹老矣的自己 不禁叹口气道 唉 要是没有这身警炮撑着 为父跟个病老头有什么区别 他的勤务兵啊 也是他的小儿子王多瑜 这些年老王病得厉害 又不肯退休回家 他夫人只好请金科 将小儿子调到他身边 照顾他的起居 父亲这些年 确实是老了很多呀 王多瑜一阵心酸 忙是强笑道 不过好在打完这一仗 就可以回家抱孙子了 王如荣嘴角抽动了一下 似笑非笑地点点头 是啊 该邪目了 再赖着不走 就讨人闲了 那不至于 大家都是担心您的身体 王多瑜从墙上 摘下了王如荣的金色配件 挂在了父亲的腰带上 王如荣冷哼一声 手钻着剑柄大步地 走出了藏室 当他来到尾楼上 执勤海警忙是高声道 总指挥驾到 满面眷容的梅领 赶紧率领着尾楼上面的官兵 力争敬礼 稍息吧 王如荣点点头对着梅领道 亲自掌夺一宿 唉 不放心啊 总指挥可在我船上呢 哪敢有闪失啊 到了什么位置了 按照航速航时计算 差不多在海峡入口附近 不过那面有误差 所以还得等误散了才能确定 那黄花菜都凉了 升气球 北斗小队文明马上开始准备 没灵灵的头皮说道 总指挥 这气球一升 我们的位置可就暴露了 那又怎样 红毛鬼有本事就干掉老子呀 那我还谢谢他们了 好吧 没领心说啊你牛逼 便是不再多嘴了 赶紧命人再将尾楼指挥 他的防御攻势 好好地加强了一下 少请 一个浅蓝色的热气球 自开源号的甲板上升起 上头还写着个大大的开字 海面的雾气是很低的 所以呢 既不影响从高处往海面上来看 也不影响从海面上往高处看 还未跃出海平面的朝阳 将阳光照射在了那枚气球上 令其在天空当中十分地醒目 很快 远近的敌我战舰 都看到了那个 忽然出现在天上的球 那是什么 西班牙人纷纷地仰头望去 月亮吗 蠢货 没看到上头还有字吗 第1964章 为七海之王的诞生 献上礼炮 圣菲利配号上 看着那明显是敌人 放到天上去的玩意儿 圣克鲁斯侯去的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好吧 自从开战之后 他的脸色就没有好过 说实话 昨晚上他一宿都没有合眼 一直在反复地 检讨着此战的失误 身为一名 肩负着帝国命运的统帅 他完全是无法原谅自己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丧失了大半的军队 检讨的结果却是 自己自始至终 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然而这种感觉更糟糕 这让他想起了 当年被科尔特斯征服的 阿兹台克人 被蒙特霍征服的 玛雅人 以及被皮萨罗征服的 印家人 那些南眉土著 也没犯什么错 却被他们轻易地毁灭了 当双方的差距过大时 你犯不犯错 根本不重要 毁灭你 与你何感 所以看到又一样 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出现 这种无力感是愈发的强烈 他赶紧拉开了单筒望远镜 去仔细地观察那个气球 忽然有一些麻木地想到 这望远镜也是奇异啊 这一仗打得真是错错错 大错而特错呀 弗朗西斯总督 也听到了动静 上了尾楼 哥修 那是什么 弗朗西斯手大凉棚地问道 我还要问你呢 侯爵把望远镜递给了他道 伤头好像还有人 弗朗西斯赶紧对准了一看 我早还真是啊 牛逼啊 侯爵已经没有兴趣 听到他的答案了 因为很明显 他又不知道 忽然瞥见了自己 见多识广的书籍官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侯爵便问道 三万提斯 你见过那玩意儿 那个销售的 留着一缕山羊胡子的 左手残疾的中年人 塞万提斯忙前身道 我没有见过 但好想听说过 在我被白白尔人俘虏之后 又被辗转地 迈入到了奥斯曼的 阿尔基尔宗督府 在那里我听说 中国人的船上 有一种可以飞起来的鸥 搭配着望远镜 能够看到 伤百里隔得那么远 好吧 也许没有那么远 但是肯定是很远很远 天哪 那我们岂不是 已经被发现了 好久脸色一白道 应该是的 看到了吗 那个飞鸥的眼睛 弗朗西斯文言心中一紧 他想起来了 自己也听说过这东西 哦 商敌啊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怎么不遭说 弗朗西斯总督赶紧是埋怨塞万提斯 甩锅这一项传统技能 他自然也是很熟悉的 这种事说了谁会信呢 你们又会说我的脑子坏掉了 把幻想当真的 弗朗西斯暗暗点头 他彻底想起来了 自己当时啊 他也是觉得这传闻太过于荒谬 所以才没有当回事 开过去 干掉那条船 不能让民国人 一直掌握我们舰队的动向 豪爵沉声下令道 天上那颗热气球的吊篮当中 除了两个侦察员之外 居然还有一个王如龙 老王不顾劝阻亲自上天 不只是看光光就完事了的 吊篮里面的两名北斗队员 在观察记录 双方战舰目前的分布位置完毕之后 便是将一个情报 编译成了北斗密码 另一个呢 则是用一面镜子反射着阳光 通过长短间隔三种不同的信号 将密码传出去 这并不是传给开源号的 手写情报 早在第一时间 就顺着绳子送下去了 这是传递给远处的海景战舰的 那大部分赶到海峡入口的海景战舰 都收到了这个消息 成绳万里号上 万刃号上 以天号上 战炉号上 海狼号上 无数的为干瞭望员 目不转睛的望着天空的反光 同时用铅笔在纸上记录着 一张纸记满之后 赶紧传递了下去 由情报参谋快速翻译之后 送给舰上的指挥官 纸上全部都是数字 与注音符号 但是海景舰长们却是一目了然 譬如某一行上 一串的数字加上符号 这些意思是以热气球或者说是 开源号的位置为原点 以正南到正北的为竖轴 以正西到正东为横轴 做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 前两个数便是坐标 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到具体的方位 而注音符号的代表的是战略舰 还有驱逐舰以及敌舰 也就是说呀 正东三公里的海域 由我方的一艘战略舰 两艘驱逐舰 以及六艘的敌舰 通过这样的一行行的信息呢 就可以很清晰地将敌我分布 态势传递给各舰了 那一一对号入座之后 迷雾当中的海警指挥官们 悚然发现 几方居然是跟西班牙人 彻底搅在了一起 而且相当地集中 将近两百条船 就位及在海峡口的 一个半径为十公里的 圆形区域内 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 然后就更牛逼地来了 王若隆这位总指挥 开始亲自向各舰发号施令 万刃三三 收到这一信号的向学海 马上下令向坐标区域使讯 果然才航行了不到一公里 就与一个庞大的船影不弃而喻 隐隐绰绰间 也就看不清楚是哪边的船 不过向学海很清楚 那肯定是老王给自己选的目标 他下令全船静默 从对方的船尾靠上去 带到双方距离两百米的时候 廖王手已经看清楚了 那确实是一艘西班牙大翻船 向学海耐着性子 带着万刃号继续靠近一百米 这才下令开火 隆隆的炮声宣告最后决战的到来 橘色的火蛇同时喷出 只一轮骑射就重创了那艘 千吨级该轮船 伟大的笑容号 而紧接着炮声在海峡各处响起 那是在王龙指挥下的战列舰 发现了各自的猎物 开始近距离地突入的声音 然后这炮声就越来越密了 却是被吓到的西班牙战舰 开始风声鹤唳的虚空开炮了 这是联合舰队在永峡湾训练的时候 王龙反复演练过的绝招 不在谢幕演出中用出来那怎么行呢 自从被赵浩拐到了海景之后 老王的戎马生涯又焕发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春 而且还有三个未了的心愿 让他不愿意卸家归天 一是还没有等到海景改名为海军的那一天 二是还没有把全球最强海军拉下马 三是希望能够在天上精准地指挥各舰进行一次海战 好好地过过夜 前两条好理解 第三条是因为虽然每次重要海战 他都是担任指挥官 但受限于海上通信条件 总不能够想陆战的统帅那样 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及时调整阵型 调动各部吧 在海战当中 除非是一直排成呆板的战列线 否则一旦开打 基本上靠着手下各舰长自由发挥了 因此总是无法完美地体现作战计划 达成作战目标 让老王每次都是意犹未尽 感觉不圆满 所以这最后一战 他一定要给自己的戎马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1965章 一打五 上 过瘾 过瘾 老王就在天上 以苏黎高海峡为漆盘 像下漆一样的指挥着自己的主力剑 一边痛肩跟瞎子一样的七班牙人 一边布置好阵型阻断他们逃跑的路线 他俯瞰着各舰在自己的指挥下 横冲直撞到处开花 效果是出奇的好 这下 当雾气散了 红毛鬼也是插翅难飞了 王二龙不仅是老怀甚畏 感觉啊终于是了了一桩心愿 总指挥 四点钟方向 忽然 一个个侦察员急声说道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向我们驶过来了 六点钟方向也有一艘 另一个侦察员也是禀报的 八点钟方向 两艘 十一点方向 一艘 两个侦察员交替禀报 宗指挥 五艘敌舰同时朝我们扑过来了 慌什么 这是一定的 王如龙啊 确实早有预料 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这波是我们指挥的 说着 他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对西班牙人来说 这是最后一个挽救败局的机会 他们肯定是要朝着开元号扑过来的 我要是他们的指挥官 都会忍不住亲自出马的 我们要不要呼叫支援 一个侦察员问道 不需要 各舰都有各舰的任务 别跟他们添乱了 五条船算什么 开元号就能对付了 通知各舰 通讯结束 再加一支 为七海之王的诞生 献上礼炮 是 侦察员都是年轻小伙子 当时是激动的热血沸腾啊 为七海之王的诞生 献上礼炮 带到这局略险中二的训令 传遍了海警舰队的时候 那隆隆的炮声 分明就变得密集而猛烈了起来 也在为旧王的陨落 敲响了丧钟 王如龙回到甲板上的时候 海上面的雾气也消失了 视野顿时变得良好 十公里外交战的战舰 都能够一览无余 海面上硝烟四七 已经提前占据下方位的海警战舰 将西班牙大帆船 悉数地堵在海峡当中 开始了最后的杀戮 看起来到处都是碾压的局面 除了要独自面对 五艘敌舰的开元号 宗志辉 咱们要来一场恶战了 梅领为她披上了 戴着护警的半身钢制板甲 把猫而亏也换成了 能够提供更好防御的凤翅馈 小梅今天委屈你一下 给我当个航海长如何 王如龙的状态是出奇的好啊 大有当年龙惊虎猛的风采 只要你不叫我小梅 什么都好商量 梅领郁闷到 好的小梅 靠 梅领翻了翻白眼 高声地宣布道 总指挥接管开元号 遵命 遵命 四百多名官兵闻命 当时士气大振 也不是说这梅领不称职 但这王龙啊 可是海警之魄啊 新入伍的警员可能都还不太清楚啊 这个命令的意义 但越是老兵就越是激动 他们知道这是总指挥的谢幕演出了 一根根老油条结束了滑水摸鱼的状态 纷纷把年轻人踢下了岗位 露气袖的自己上 必须要拿出最高的水平 才配得上总指挥的最后一站 开元号的火炮警市长 楚六祥也不例外 这位海警的模范人物 已经多年不亲自打炮了 很多年轻人只知道 他是海警部队的第一位警市长 很多警官见到他 都要主动经历啊 是个了不起的老兵 却不知道 他当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海警炮王 楚六祥可是一直在默默地努力着 经过在海警学校炮兵专业的 刻苦学习之后 他又重新地夺回了 远距离射击第一人的贵官 而且他现在非但自己打得准 还能够带人一起把炮给打准 开元号的整层火炮加班 便是由他来指挥的 楚六祥警市长 这时 带着红袖姑的传令兵 拿着铜皮喇叭在仓口高声的道 总指挥命你 设计九点钟方向那条敌船 要是能在一千米外打探它 就赏赐你一块炮神的牌匾 几位测量士和炮掌们 哄笑声中 楚六祥高声应道 请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说着他转身喉道 看着干什么 愣着干嘛 干活啊 几个测量士啊 这赶紧是 亲自地干起了测量的活来 海警炮术发展到现在 测量员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了 他们的任务是随时测定目标方位和距离 以及射击之后的弹着点 方位其实是很简单的 可以用方向盘直接测定 距离就比较麻烦了 原先炮术教官呢 普遍传授的是拇指测距法 方便是方便 但是不够精准 而且太依赖经验了 所以西山岛光学研究所为他们研发出了一米测距仪 靠着这玩意儿 再浮以简单的三角函数 就能够迅速地测定出目标距离了 极大的提高了炮组的反应速度和观测精度 深受海警官兵的欢迎 不过一米测距仪被列为了特级管控物资 只在战列舰上配备了四具 巡洋舰上配备了两具 而且上岸即回收 由装备处统一保管 绝对不允许外流 在仪器的帮助之下 测量员们很快地标定了 敌舰的方位和距离 然后将参数带入了预先制定的射表当中 就可以得到具体的射击诸元了 然而能不能命中还是得靠运气 百发百中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测和计算的意义是在于提高命中率 没有这些距离 炮兵在千米以上的命中率趋近于零 有了这些技术 打固定靶是可以有着一半的命中率的 一动靶也能够命中一到两成 若是嫌命中率不高的话 那就麻利点 尽量地多开击炮嘛 命中率自然也就上去了 那此外 经验丰富或者是有天赋的炮手 也能够显著地提高命中率 比如说楚六想 通过在海景学校的学习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 为什么打炮比别人准了 原来他不光是视力过人 而且看东西的立体感很强 这种体实上面的天赋 让他天生就知道 该怎么把那个该子的炮弹 送到目标位置上去 当然还是得熟悉每一炮的柄性 并且对不同分量发射 要的性能辽若只涨才行 也难怪炮长的收入高 因为不光危险 还得有天分 勤学苦练才行啊 带到那艘800吨的西班牙大帆船 进入到了1500米的 最大有效射程之后 楚六想便是下令 左嫌单数炮位次第试射 至于偶数炮位啊 设置的都是红锡大炮 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这炮手们呢 早就按照了设计助缘 调整好了炮口 为了达到更好的观测效果 他们间隔5秒开上一炮 带到10炮 全部开完 果然是一炮都没打中 不过也不要紧啊 这轮开炮的作用 本来就是为了看水花的 楚六想 宁神听着测量员大声地 去禀报测道的弹灼点 跟他的约莫的基本上一致的 便神情严肃地 从甲板的前端往后走 走到了一个炮位旁 他便是对着炮掌 爆出了两个数字 炮掌赶紧转动螺栓 对炮口的高度和方位 进行微调 第1966章 一打五下 开炮 带到最后一门炮 调整完毕 楚六想感受到了甲板的荒动 在最合适的时机 沉声下令 炮掌们同时拉动了炮绳 轰隆隆的炮绳当中 开元号的火炮甲板 开始了第二轮左嫌射击 待在上风口的观察员 很快地大声地爆出了弹灼树 所谓禁尸啊 是说弹桌点啊 距离目标已经是非常很近了 虽然没有直接命中目标 但是也不能够要求更高了呀 所以啊 在统计命中率的时候 都视作命中 球形炮弹时代 就是这样的人形化 结果呢 这一轮射击是三发命中 三发近尸 炮手们欢呼了起来 今天真的是开了眼了呀 打着超远距离的移动靶 一轮试射之后 就有着六成的命中率 可真不会是炮王啊 楚六想却是依旧面无表情 又从这船尾走到的船头 给每一个炮位 都下达了新一轮的指令 此时双方来到了一千两百米的距离 炮掌门调整了之后 轰隆隆的第三轮骑射 还没等硝烟散去呢 就听到了风雨甲板上 传来了牛逼牛逼的欢呼声啊 果然这一轮六中三进尸 而且啊 其中一枚炮弹 正中那艘大帆船的前围 将其断为了两截 内阵的喝彩声啊 自然是因为轰然倒下的围杆 楚六想要再接再厉 指挥炮组在一千米处 进行了第四轮骑射 而这次的成绩更是令人 瞠目结舌的八重二进尸 炮无虚发呀 再看那艘西班牙帆船 失去了全部的上围下围的之所 也是大部分的被打废了 主围被炮弹撤成了布条 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了 楚六想这才清虚了口气 擦了擦汗 好歹是没有丢人 指挥台上王如龙半天合不拢嘴 其实他的意思是啊 从一千米的距离开始射击 没有想到这楚六想是到一千米的时候就搞定了 有精神 这才是老子的兵嘛 但他旋即就开心坏了 高声道 今日天气晴朗 无风无浪 正适合打炮 孩子们还愣着干什么 都干他娘的 不甘人后的炮手们便是嗷嗷叫着 向着驶向千米之内的敌剑开炮 他们虽然是没有炮王的神乎奇迹 但是千米之内的命中率还是可以看的 开炎号两弦不断地喷吐着橘色的火蛇 王如龙指挥着战舰从容地调整着航向 让两弦火炮都能够处在有力的射击位置 给予不断靠近的敌剑迎头痛击 清晨七点三十分 他操纵着战舰从一千吨的佛罗伦萨号和八百吨的圣洛伦左号中间去穿越 两弦同时开炮以猛烈的纵射将佛罗伦萨号打成了废船 在这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面 就放倒了佛罗伦萨号上面的两百多西班牙人 圣洛伦左号的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所以没有遭受到宣德大炮的荼毒 但是他的三根桂杆也是被打断了一根半 而且更糟糕的是桂杆倒在了他的甲板上 风帆和索距落满了甲板 当场砸死了好几个船员 场面混乱不堪 根本就没法操翻 就在王如龙指引被指挥着战舰靠上去 加把劲把圣洛伦左号给打成棺材的时候 廖望员忽然激动地喊道 十点钟方向 发现敌方旗舰 所有人齐刷刷地望向了左手边 果然看到一公里外那艘千吨盖轮船的前围上 挂了一面红底黄石子旗 因为朝阳太过耀眼了 直到这会儿廖望手这才看得清楚那面旗 这可真是众力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王如龙略以沉吟 却并没有理会那艘圣飞力配号 而是下令继续转向 绕到了圣洛伦左号的尾部去了 梅灵不解地问道 宋志辉 为什么不管护猫鬼的旗舰 小妹记住啊 在战场上永远要以我为主 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红毛鬼的旗舰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会因为我们不理他掉头就走吗 那不会 难道他们还有想法 不好说 王如龙指的指另一艘千吨盖伦船 一杀贝拉好道 但你不觉得他的位置很别扭吗 还真是 怎么跑偏了 梅灵寻死了片刻一拍脑门 哦 明白了 一旦我们冲向那艘旗舰 他就能轻易从上风口 踢上我们的舰尾了 不错 老虎的屁股可摸不得 不能让他们得逞 还是让他们来找我们吧 于是看员号按照自己的节奏 绕到了暂时失控的 圣洛伦左号的船尾 用重炮爆开他的菊花 然后一通到底将舱内的船员尽数杀死 看着圣洛伦左号上面正在上演的屠杀 圣非立配号上面的士兵之父被彻底的激怒 圣克鲁斯侯爵 战红了脸 山羊胡子那是一翘一翘的 这种场面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通常都是战败一方光荣投降 然后国内支付赎金 再把俘虏给赎回去 当年在勒班托不也是这样吗 同样留着山羊胡子的书记官 赛万提思道 也许对达国来说 比起垃圾输进来 削弱敌人的力量更加重要 提到勒班托 侯爵冷静了下来 他已经意识到 西班牙这次的兵败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没有将明帝国 视作奥斯曼帝国那样等级的敌人 然而呢 明帝国至少在海军方面 已经是远超奥斯曼 也是远超欧洲了 因此出兵的那一刻 失败便是已经注定了 侯爵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西班牙帝国的尊严而转了 但很显然 对方的指挥官是一位不会上当的老将 自己是以身作耳的计划 注定不能奏效了 而且啊 时间在对方不在自己 等到周围的战事相继结束 很快就会有民国战舰 向自己的旗舰靠拢了 到那个时候 连最后的决战机会都没有了 他便果断下令挂起了蓝十字旗 意思是 命令伊沙贝拉号靠近接敌 直到旗舰升红旗为止 而此时 圣飞力配号距离开源号 要比伊沙贝拉号远五百米左右 侯爵必须要保证自己及时到位 不能够让后者单独面对那艘凶残的 民国旗舰太久 于是他下令右转舵 满番前进 从右后方接近敌舰 这样的话可以让大部分的航迹 都位于敌舰的射击死角 这年代的战舰转弯的速度 是很考验耐性的 侯爵正好趁着这段时间交代几句 他便是命人 敲中集合 很快旗舰上的船员和士兵 便是从各处的舱口爬了上来 在露天的甲板之上集结 这么大一条船 船员集结也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贵族们 都是住在条件最好的北楼上 通常推开门就能够出来 然而普通船员和士兵 都集结了一半了 却是仍然看不到 几个贵族的身影 虽然猜到的是怎么回事了 侯爵依然是用探寻的目光 看向了塞万提斯 第1967章 唐吉赫德 他们昨晚跟着那些 传领的小艇走了 塞万提斯怂了怂见到 阁下要是不提醒 很多木头脑袋 还不一定能够想到 这个完美的接口 我就是要送他们个人情 我的家人 可刚在马德里安顿下了 没几年 侯爵坦白道 又自嘲地一笑道 希望他们 会成我这个情 如果他们还有机会 或者回国的话 塞万提斯也是一个小贵族出身 而且还是一个作家 说话自然是要比那些脑满肥肠的那些家伙还要损 我还以为他们会邀请你一起走呢 侯爵笑道 毕竟这方面你的经验要丰富一些 我要是走了 谁给我出满汤去喝的 塞万提斯郁闷道 不错 他正是那位塞万提斯 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塞万提斯出身于一个小贵族的家庭 生逢西班牙最伟大的时代 他自然 也是如其他的贵族青年那样 满怀着报国之志 渴望如圣鲁克斯侯爵一般在战场上建功了一夜 从军之后没几年 他便参加了唐湖安和圣克鲁斯侯爵领导的勒潘多战役 并在战斗当中被打残了左手 由此落得了一个勒班陀杨过的绰号 随后他又跟随着唐湖安南征北战 参加了一系列的战役 履历战功 最终于西元1575年 获准光荣退役 因为他的优异表现 唐湖安给了他面成菲利二世的推荐书 西西里总督山沙公爵也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这顾尔怀揣着两位大人物的推荐书 搭船返回祖国 前途看似是一片光明 然而历史上的大作家总是命运坎坷的 他自然也是要尝尝造花弄人的滋味 在途经摩洛哥海域时遭遇风暴 塞万提斯所成的船和船队失联 并且被白白尔人的海盗俘虏了 本来这海盗也不会对一个残疾人有兴趣的 然而他身上的两封大人物的推荐信 让白白尔人认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索要巨额赎金才肯放人 塞万提斯拿不出钱来 结果被辗转卖了好多次 最后到了奥斯曼帝国的 阿尔吉尔总督的手里 在那里 他遇到了自己的救星 江南集团驻开罗全权代表 奥斯曼太后的情人 苏伊氏伯爵刘正奇 这老刘建他怪可怜的 就写了侧隐之心 便表示要替他支付赎金 总督巴结刘代表还来不及呢 哪会要他的钱呢 便痛快地释放了塞万提斯 还派船把他送回到了马德里 然后因为被俘之后 又被无偿释放的七巧经历 那两封推荐信就不作数了 塞万提斯最后也没捞着见国王 正一筹莫展之际 又遇到了老上司 圣克鲁斯侯爵 来着侯爵正是用人之计啊 便是招揽跟自己去一趟远东 以战功来洗刷一点 塞万提斯没脸回家了 就跟着他到了新西班牙 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待所有的船员和士兵集结之后 士兵之父发表了他的讲话 目光扫过了这些 伴随着西班牙帝国成长起来的男子汉 他用一种父辈的语气告诉他们 帝国为了这一战已经赌上了一切 如果这一战就这么输掉了底库 那么帝国就会走下神坛 国家将会成为众矢之地 我们也将沦为帝国的终结的罪人 每个家庭都会背上骂名 遭受到罪不公的待遇 船员和士兵们当时就红了眼了 显然是被侯爵的话给击中了 旗舰上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 士兵之父太知道如何挑起他们的热血 和牺牲精神了 卡斯蒂利亚人呢 在80年前才刚刚摆脱了 摩尔人长达800年的统治 建立起了独立的西班牙王国 随后西班牙全国上下都迸发出了 斥烈的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的陆军和海军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横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而如今帝国仍在进取 所有的国民都深以为荣 并且向塞万提斯甘愿为其伟大的征途 显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谁也无法接受 帝国落日的悲惨结局 更不敢成为帝国终结的罪人 士兵之父略显夸张的说法 让这些个卡斯蒂利亚的红脖子 全部都变成了要爆炸的火药桶 然后他的画风一转 沉生道 跟着我用你们的勇气和牺牲 去赢得些什么 为国家和家人避免这一切 天有西班牙 水手和士兵们爆发出了 震天的吼声 彻底将生命置之度外 塞万提斯看着这一幕 感到的是那样的熟悉 当年勒班陀身处绝境的时候 士兵之父也是这样鼓舞他的士兵的 然后带着他们力挽狂澜的 那次他就是其中之一 结果是士兵之父赢得了战争 自己失去了胳膊 这一次也能创造奇迹吗 带士兵们解散返回战斗岗位 他忍不住低声问道 如果总能出现 还叫什么奇迹 豪爵淡淡地说道 放心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一定会帮你出版那本的 谈护案还推荐我做官呢 等胡下来再说吧 是啊 侯爵点点头看着伊沙贝拉号 已经冒着炮火贴上了敌剑 便命人立即升起红旗 那是死战到底的意思 这时 圣飞力配号也从另一侧 贴上了敌军旗舰的船尾 你说我现在像不像你那位 挑战风车的唐吉赫德 侯爵戴上了自己的头盔 也让人给塞万提斯取了一顶来 有点像 不过他比你要成功多了 塞万提斯确实拒绝了 他举起了手中的鹅毛鼻道 抱歉 我只是来混占拱的 民国人救过我 我不能与他们作战 其实以他的资历 当个舰长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却只是 肯当一个书记官 没想到却意外地发现了 自己还要当作家的特长 也没打算让你作战 等打完这一仗 你能够告诉我 唐吉赫德的结局吗 我猜写了个开头呢 鬼知道是什么结局 塞万提斯耸耸肩道 也是 豪爵点点头对塞万提斯道 记录下这场荣耀之战来 这是我的职责 塞万提斯点点头 将这鹅毛鼻插入到了墨水瓶里面 站了一站 便是在写作台上奋笔集书地 记录起了猴爵的话来 我的计划是 与伊利沙贝拉号 从两侧后方逼近敌船 就像方才佛罗伦萨号 与圣洛伦左号那样 这两天 敌舰已经很习惯我们 先炮击再接闲的战斗方式了 所以才会等在那里不动 但这次我会取消炮击 直接用船头撞击敌舰 然后从船尾登船进行肉搏战 菲利沛号和伊沙贝拉号 同时逼近了开源号 准备从两侧的后方接线作战 然而双方相距百米的时候 眼看着就要被后入的开源号 却忽然倒着开了起来 卧槽这船还能倒着开 西班牙人全部都惊呆了 显然的他们对于民国人的番局 也是一无所知啊 傲慢与无知 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塞万提斯如实写道 八 第1968章 绝对的实力 中式番庄可受八面来风 只要调整好角度 配合洋流和风向 倒船也不是什么大事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 王如龙预判了 圣克鲁斯侯爵的预判 悬毫的角度等着对方呢 在圣菲利佩号撞上来之前突然倒船 结果开源号再次插入了依莎贝拉号和圣菲利佩号的中间 与前者平行与后者呈单人旁的形状交错 开发 开源号两弦火力全开 弹于分飞间将依莎贝拉给打成了残废 费利佩号呢也是遭到了重创的 前围和中主围被打得粉碎 风帆锁剧救生艇横眼 所有在主甲板上存在过的东西 都被这炮弹给打得面目全非 士兵们全部都趴在甲板上 用盾牌或者是木板之类的挡住头 祈祷着不要被倒下来的桂杆给砸成肉泥啊 指挥台上 圣克鲁斯侯爵和他的士兵们 奋力地试图将一切从混音当中恢复过来 但是忽然一个突发状况让侯爵大喜过望 马上亲自击鼓 催促着士兵们冲锋 圣克鲁斯侯爵却毫不在乎 他猫着分飞的炮弹和木片亲自掌舵 操纵着圣匪利佩号 直直地冲向敌人的旗舰 塞万提斯载着侯爵身旁 奋不顾身地记录道 正如勒板托只展示他作过的那样 每次上帝包有 我们幸运地翻白威舍 可这一次 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还是幸运的 就在敌人七剑枷锁后腿 要与我们擦肩而过时 圣匪利佩号刀塔的纤维 砸在了低剑的纤维上 两根桂杆 等时刮在了一起 凡兰所聚 也是缠成了一段 后却和他的士兵们 士气大枕 高喊着天主包有 力气用猫狗死死地拖住低剑 然后夹着踏板 开始了疯狂的跳绑战 很多的水手 甚至直接从 倒塔的纤维上冲向了低剑 至少在这一刻 我又看到了 勒板托的英勇无畏 开元号上 王如龙神情如常 甚至破天荒地点了根雪茄 虽然被自己轰断的围杆给挂住了 真是有够邪门的 但是战场上发生什么意外 都并不稀奇 关键是你有没有绝对的实力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意外都会被扼杀的 那开元号可不是海马号那样的小剑 有充足的人手和活力 来抵挡敌人的跳帮战的 果然西班牙人高兴得太早了 哪怕老天帮忙 但是在压倒性的 火力差距的面前 他们就连攻上开元号 都十分的艰难 安装在右衔各处的 二十门回旋炮开始 密集开火了 还有着更加密集的 加特木连射 编织成了一张火力网 将冲上踏板的西班牙人 跟割麦子似的成片的放倒 然后下饺子似的落入了海中 陆战队员也是在第一时间 在右衔甲板之上 集结列队 但也不是鸳鸯阵 而是双线射击队型 陆战队队长拔出了指挥刀 鼓手敲着军鼓 陆战队员们便是踏着古典 不疾不虚的装弹 压实瞄准 抠动扳机 海枪骑射出的弹丸 彻底封死了火力网的网羊 将冲到近前的漏网之鱼 尽数料到 这还没完呢 限列后的陆战队员 也是打开了城乡的叉叉手雷 用缠在手腕上面的火声 给点着了 用标准的头弹动作 丢向了对面 一枚枚圆滚滚的手雷 越过了限列步兵的头顶 飞向了圣飞力配号 有的落在甲板上才爆炸 而有的在半空当中 便是炸人 轰然炸开 爆炸的冲击波 裹挟着碎瓷片和铁钉 将未及在那里 准备冲过甲板的西班牙人 炸成了一片片的血壶 真是太残暴了 圣飞力配号的指挥台上 塞万提斯颤抖着手写道 戎马生涯十几年 我从没有见过 这种高效率的屠杀 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 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便在明军恐怖的活力下 死伤殆尽 行到这里 塞万提斯看了一眼 圣克鲁斯侯爵 只见这位在尸山血海当中 也能够面不改色 在最危急关头 也能够镇定自若的统帅 此时却是面如死灰 双眼通红 脸上挂满了细密的汗珠 不知道是冷汗 还是泪水 书记官如是记录了之后 又记录了当时的感想道 这跟之前 任何的一次战斗都不同 罗版图的那种以命相驳的血血 可以激发出人的勇气和荣誉感 这场战斗 这只会彻底把人击垮 此后遇上 都无法摆脱这份工具 眼看着付出了几百人的死伤之后 士兵的勇气迅速消退 纷纷裹足不前 圣克鲁斯侯爵知道 自己想要靠着白人战去夺取 敌剑的计划又破产 敌人可怕的立体火力 封锁几条跳帮的通道 绰绰有余 填进再多的人命 也是枉然 其实吧 还真不是 在火力网中 起到最关键作用的 回旋炮和加特木 都是有着不能够持久的毛病 这侯爵呢 要是能够再冲上几次的话 就会发现这压力会小上很多 但是圣克鲁斯侯爵 完全不了解这点 大大高估了 民国人火器的持久力 而那一乡间 开源号上 王若隆约莫着这火力压制的 也差不断些菜了 便是拿着同匹喇叭高声道 孩子们 给我伤啊 夺取敌人的旗舰 让红毛鬼看看 咱们白人战 也一样不虚他们 风帆战舰时代 几乎没法彻底 击沉一条真正的战舰 自然也就无法靠着 枪炮肃清里头的敌人 要彻底的战胜敌人 夺取敌舰 最终还是要靠着 跳帮白人战 司令员吹响了 激昂的冲锋号 士气鼎盛的陆战队员们 便是嗷嗷叫着 冲向了敌舰 他们就是为了这一刻而生 之前的火力压制 已经是打残了 西班牙人的回旋炮 而西班牙人又被打掉了魂 陆战队员们 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 便冲上了 圣飞力配号的甲板 他们已经没法开枪了 圣克鲁斯侯爵大侯一声 拔出自己的配件 跳下了指挥台 迎着陆战队员杀了过去 西班牙士兵 这才如梦方醒啊 也是赶紧举起了长矛和刀剑 跟随着侯爵迎敌而上 双方便在圣飞力配号的甲板上 围杆上展开了一场 短兵相接的残酷厮杀 沉默的战鼓声响个不停 人们互相对杀对砍 或者是用着短冲互相的射击 在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来我往你死我活 受伤的连躺倒的地方都没有啊 而躺下的人则无一例外 会被两军的士兵践踏至死的 然而激战并没有持续多久 陆战队员的声势 便是压倒了西班牙人 脱胎与鸳鸯阵阵的三才阵 十分适合这种狭小空间内的混战 陆战队员训练多年 已经完全掌握了起奥义 所以呢 越是乱战优势越大 西班牙人虽然作战经验更加丰富 但他们啊远渡重洋而来 食物腐坏还常常的饿肚子 虽然困兽游斗 奋力的挥舞着兵器 但是出手的速度脚下的步伐 全部都无法与最佳状态相比 哪是养精蓄锐 今早又吃了肉罐和高热量主食的 陆战队员的对手呢 很快民国人便控制了甲板 将西班牙分割包围 然后逐个聚而兼职 圣菲利配号上的抵抗声 和喊杀声是越来越微弱 西班牙人的残叫声 却是越来越大 用冷兵器也是被屠杀的 更是让人绝望 指挥台上的赛万提斯已经写不下去了 但是作家的本能 却是让他握着额毛笔 歪歪扭扭的 艰难的鞋道 在那一刻 我彻底的明白 我们真的惹上了一个永远不该惹的对手 国王陛下 世界之王的美猛 该醒了 等他写完了这行字 六天甲板上的抵抗 行将结束 只剩下总督的亲卫队 还在苦苦的支撑 这些武艺精湛的百战老兵 穿着制作精良的全身盔甲 背靠着背的围成一圈 拼命地挥舞着沉重的兵刃 将白发苍苍的侯爵 护在中间 陆战队员一时间呢 大眼奈何不得他们 费那些事干什么呀 给他们一排枪就老实了 陆战队副队长 潘乔运举起了短冲 几个屁呀 马卡龙白了他一眼 对方是一名元帅 要给他最基本的尊重 先把别处控制住 等总指挥来决定怎么办吧 潘乔运只好是放下枪了 摇摇呵呵地指挥着队员 占据各处紧要位置 并将仓口全部都封住 不让里头的人上来 而指挥台呢 是全船视野最好的位置 陆战队员呢 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顺带着也是把塞万提斯 给抓了起来 过而并没有用他的 黯然销魂掌 老老实实的呢 束手就紧了 而这个时候 就听一名侯爵亲卫 大声地高喊起来 众人便是望向了 马卡龙的几个 意思是啊 给大伙翻译翻译 可惜这马卡龙 西班牙语不太灵光 不过啊 这大概也是能够 听懂几句的 他正欲勉为其难 那塞万提斯 先用汉语说道 我们的侯爵说 这场战役 姿势之中 充满了不公平 海警官兵们 当时是虚声四起 告诉你们元帅 兵者鬼道爷 战争只有正义与非正义 没有公平与不公平 这时 王如龙的声音响起 我们侯爵也不是在抱怨什么 只是希望在战争的最后 能进行一场公平的七十决斗 他要按照欧洲的传统 挑战你们的同帅 放屁 我们总只会 行什么跟败军之将决斗 陆战队员们 当时火冒三丈 潘桥燕等人 再次举起了火枪 只要你们的同帅肯影战 不管谁胜谁败 我们后绝 都会加令全体投降的 怎么样 这个桥建 还不敢迎战吗 好 老子答应你 放马过来吧 宗主辉 你疯了 梅灵当时就急了眼了 低声喝道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啊 现在身子什么样 你自己不知道啊 老子当然知道了 不然 我早就带队打重锋去了 但他都这么炸毛了 老子要是不把他摁下去 我这老脸 蒙哪儿割呀我 爹啊 你不是刚刚说过 在战场上 永远都是要以我为主 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吗 王多宇 吃了他的腔调说的 少在这儿跟你爹耍嘴皮子 那是打仗 这是打架两码事 记住啊 打仗要讲谋略 打架 要讲武德 我算是听出来了 全都是你的礼 没领郁闷的嘟囔的 你吃了就好 王多宇宙咧嘴一笑 把雪茄狠狠地掐灭在了栏杆上 决斗场 在开元号的露天甲板上 在海警官兵众目睽睽之下 圣克鲁斯侯爵脱掉了全身的盔甲 穿着一身轻便的半岛武士袍 戴着一顶灰色的圆礼帽 握着配件的剑柄进入了场中 而王容龙早就卸掉了爱事的盔甲 双手拄着金灿灿的配件等在场中 圣克鲁斯侯爵深深地看了一眼 在战场上击败自己的敌军统帅 不仅是微微淫愣 没有想到居然是一个年纪比自己还大 而且满脸病容的老人家 还有一些歉意的脱帽欠身 向王如龙致敬 老王只是微微汗手算是打理 圣克鲁斯侯爵便是抽出了自己的双手长剑 双手握住剑柄 剑尖指向对方 王如龙也是缓缓抽出了自己的配件 一红秋水耀人眼目 他拉开了一个起手势 剑尖席指向了对方 两人虽然都年事已高 但是依然是东西方第一流的格斗家 都是一样的镇钉自若 摆出了松州有紧 进退有余的加深 胡老 雄风在 不过周围观战的海警官兵 都是暗暗地替总指挥捏了一把汗 也不知道他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住 这种生死相搏的高强度对抗 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只见两人的剑尖 相互的倾机了一下 决斗便已开始了 圣克鲁斯侯爵大吼了一声 拖着剑冲了上来 行家都知道只有高手才敢把手腕提的比剑要高 就像是在海战当中抢上风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鲜声夺人 逐动猛攻的夹制 果然 只见侯爵双臂肌肉隆起 以不符合年龄的怪力 挥舞着双手剑 朝着亡龙前后左右的迅猛劈砍 这招式虽然是不华丽啊 却都是军中磨练出来的杀人技 攻防一体暗藏杀机实用之急 侯爵呢 打算是利用对方不熟悉自己的招数这点 以抢攻占据主动 然后压迫对手 露出破绽去胜 亡龙确实是不熟悉西洋武艺的 但他深暗剑术的根本原理 都在于对于交剑的处理 对手的招式啊 虚虚实实的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最后都是要话虚为实的 以斩击或者是刺击 结束出招 他目光炯炯 紧盯着侯爵的剑尖 配合着步伐与躲闪 总能够用出最省力的方法 让侯爵的攻击失败 两个惊艳老道的高手对垒 胜负往往取决于一个落空的动作 或者是计算的错误 那机会就会稍纵即逝 全靠你不假思索的利用 然而呢 机会来临之前 必然会有一段熬刃的过程 双方不断的出招拆招 对体力是消耗极大的 精神也被抽空 完全来不及思考 只能靠着本能出招对敌 当时人觉得这段时间吧 是很长的 但旁观者就觉得很短 当看到两个人的招式 渐渐散乱 内行人知道 最吃紧的关头到了 随时可能会分出胜负 而王如龙体力 虽然不如对方 但他始终没有出招 反而是消耗最小一些的 这侯爵的年纪也大了 久攻不下气息有一些不稳 一招出去 收回的时候慢了半盘 便是被王如龙用剑鞘 巧妙的打落了手中间 当狼一声 双手剑落在了甲板上 还见官兵们 便是激动的欢呼了起来 侯爵面如死灰的喘息着 准备摆开架势 赤手对敌 王如龙却是停了下来呢 剑气剑了 打捞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欢呼声顿时炸了锅了 海警官兵们 爱死这个老壮逼犯了 第1970章 伟大的胜利下 在塞万提斯事后看来 这一招确实毒拉透了 打到这份上 靠的就是最后一口气撑着 气势上被对方压倒 还打个屁啊 果然 当圣克鲁斯侯爵捡起了剑的时候 重新白烤了架势之后 心已经乱了 他急于争回面子 想用最凶猛的进攻 来重新夺回气势 便是也顾不得再防守了 双手并在一起握着大剑 发疯似的劈赶了起来 这正中了王如龙的下怀啊 他早就发现了 这种双手剑的弱点 太长太重了 一旦发力过猛 就会露出破绽来 果然 几招之后 他又利用了对方招式 用老的机会 再次栖身进前 一招单提敬酒 用剑鞘去挑 侯爵的手腕 侯爵这唯恐再被打掉 手中剑 慌忙撤招 结果身子呀 从侧面对地的姿态 稍稍地裂下了一下 胸前瞬间露出了一丝的破绽 不过这侯爵也是 并没有太慌的 因为王如龙出招之后啊 是斜着肩膀 背对着自己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只觉得心口一凉 便是被 对方诡异的一剑 给刺穿了肋骨 刺住了心脏 原来呀 是王如龙抓住 这稍纵即逝的瞬间 一剑从自己的腋下 穿了过去 正刺中他的心窝 那自始至终 王如龙就出了这一剑 而事实上 剑招拆招 已经是让他快要虚脱了 也就只有这一剑的力气了 三分半 胜负分 圣克鲁斯侯爵 软软地跪在了甲板上 王如龙一剑主地 左手握拳振臂 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响出了开源号 他妈的 又让他装到了 梅宁苦笑地催了一口啊 推一把 满脸崇拜的王多宇到 还不快去扶你爹 王多宇是如梦方醒 赶紧是冲上前去 一把扶住的老王 顿时感觉到了 他全身的力气 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才知道 父亲已经脱力了 那中午时分 苏里高海峡的战斗陆续结束 绝大部分的西班牙战舰 在失去了逃跑的可能性 挂起了排旗 各舰又升起了侦察气球 仔细地搜索海面 追捕漏网之鱼 那到了傍晚时分 初步统计结果 汇总到了开源号上 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 我军以损毁两艘驱逐舰 三艘护卫舰为代价 共继承西班牙战舰十艘 俘虏一百二十艘 另有九艘逃脱 其中半数是小型快速翻船 梅领强抑着激动的心情 像着累得躺在床上 起不来的王如龙禀报道 具体的伤亡和间谛人数 还需要进一步统计 过瘾过瘾 王如龙大笑了起来的 没有遗憾了 是啊 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 最乐观的退演预测 总指挥可以骄傲地 向总司令汇报 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了 扶起来 我要给总司令 写报纪文书 王如龙强承着要起身 王多宇赶紧扶他坐了起来 用被子垫在了他的腰上 又拿了一个地图架 放到了他的腿上 当一个桌面 梅领给他备好了纸笔 王如龙笑着接过笔来 但是刚刚写了个抬头 忽然头一歪 手里的笔 便落在了地板上 父亲 父亲 宗指挥 宗指挥 从指挥舱室当中 响起了两人惊慌的叫声 涌下 战区司令部 这阵子赵昊整日在二楼的阳台上 或坐或站 魂不守舍的 望着南边的莱特万 当天上有鸟飞过的时候 他这才会把目光转移到鸟的身上 看看是不是 落在司令部歌舍里面的新歌 其实吧一开始还好 他虽然是着急 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 还能够像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那样 每天按照行程到处视察 安定人心 但是19日联合舰队来信报告 说无敌舰队没有如期出现在天网的范围当中 这一下赵昊坐不住了 整天的胡思乱想开了 虽然推演结果预示着 再差也是一场大胜 但是战争的走向 其实是谁也说不准的 明明大忧的局势 却是输掉了底库的栗子 古今中外 他一下子能想出石过来 比如说 好吧 没心情瞎扯淡了 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他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终于有一天 他决定不装了 把自己关在楼上 谁也不见 本公子就是紧张了 怎么着了吧 要不是得留在永下城安定人心 我早就跟着联合舰队一起出战了 这何必受这份煎熬啊 终于 念五日这天 又有鸽子从南边飞了过来 落在了司令部院内的鸽舍当中 赵昊的心又揪了起来 他趴在了阳台上 看着后院里面的通讯兵 跑步将一个小竹筒送进了楼下 过了一会儿 也许是有一个试剂那么长 赵昊忽然听到了司令部的楼下 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仿佛是要将这屋顶给掀了一般 赵昊的心狂挑了起来 他赶紧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烟 想要抽两口定定神 然而这手却是抖得厉害了 怎么也打不着打火机啊 正跟着打火机较劲呢 他好像又听到了哭声夹杂气中 赵昊心说 这应该是喜极而泣吧 他终于是点着了烟了 一手掐着腰 看着波光淋淋的涌下弯 美美地抽了两口 而这个时候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金客在外头求见 进来吧 赵昊头也不回 依然是保持着伟人的姿势 好配得上这样的历史时刻 怎么样 他强意着激动地问道 我们取得立场伟大的胜利 绝进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便听金客用着一种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声音打倒 但我们失去了王如龙将军 为了安全起见 以及缩小防御的区域 自西班牙人入侵以来 吕宋岛上的八成人口 都被集中到了永夏 非但 巴石河北岸的新城 就连河南岸的旧城 也就是原先的马尼拉王城 也被修缠了一番利用起来 作为各农场公社 成员进城避难时候的安置点 那尽管几十万人同时涌入城内 但是跟很多人印象当中的 进城逃难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没有脱家带口 寄人篱下的肮脏流民 也没有人沿街乞讨 更没有恶嫖遍地 这地上啊 甚至连垃圾都没有 市容竟然是比原先要更加干净 因为总督府民政厅 已经是提前建好了成片的安置小区 好吧 其实吧 这些个小区本来就是用来安置新移民的 那现在新移民暂缓到来 空着也是空着吗 给避难的民众赞助一下 一举两得呗 而且这民众啊 是以公社农场和生产队为单位 入住安置区的 安置点呢 便是以公社为单位分区的 由公社主任兼任区长 带领着手下的各农场厂长 生产队长 对自己带来的社员进行管理 避难期间 民政厅什么都发 从米面粮油肉蛋奶 到没有药品蜡烛 覆盖了几十万社员的基本需求 让社员们反复感叹 赵公子和集团啊 真是太周到了 他们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爱民儒子 这才叫做爱民儒子啊 战术后扬 其实这些物资啊 打斗着他们之前几个月 在正常劳动的时间之外 加班加点 无偿生产出来的 民政厅不过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罢了 也并没有太重的负担了 人们的家认为 还要宣言